你知道为什么皇帝会喜欢和声吗 你想想看能当皇帝的人 难道不知道他在贪吗 那为什么还喜欢他呢 在皇帝的脸里 就是他贪财富也挺好的 只不过是他的家 就是镇的第二国库 大头来还是我的呀 而且我自己有一些话不好说的 不好做的 可以靠他去做啊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能够做你老板的人 一定比你聪明还是傻呀 聪明 你觉得呢 有些人真的是跟你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很会说话 这个世界上才华行业的人太多了 但是你知道吧 这辈子最大的命运就是怀才不遇 然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抱怨 世上再无人懂我 所以我们不要走这条路 所以要知道自己 懂得别人 要善用认知 走进心智 与天下人做朋友 千万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其实我们身上都有很多 自己天生与生俱来的气质 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 对不对 然后重塑自我 所以最伟大的人是什么 知道吧 最伟大的人是可以 读懂自己的人 可以放下自己的人 可以不要脸的人 所有要脸的人 都是那个没有脸的人 所有把这张脸看得很重的人 都很难走出自我 大多数人穷的就生这张脸了 只剩下自尊心了 只要你说他 骂他 或者你开个玩笑 他就会跟你拼命 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人生 你要从现在开始 就要学会 把你的脸皮摘下来 放在地板上 用你的脚去狠狠地踩几脚 再用你的奋斗 一步步地给我把这张脸皮捡起来 你的人生才会开挂 你的脸不是自己给自己的 是别人给你的 自己给自己的 那不叫脸 那跟屁股没区别的 我就今天我把我学的分享给你 共同分享一个 对我影响很大的理论 那么我也希望这个理念 给大家带来帮助 这个理念改变了我的人生 你今天走进定位以后 你赚到的所有钱 对于未来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我希望也对各位能带来帮助 一个亿的豪宅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就是一个电话板 只要你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你就是下一个他的业主 完全有可能 只是要换一种打法 不能这么去做生意 方法我教你 你一学就会 我不是有一个365的线上课吗 我建议你 给你和你的核心高管 一个人买个365 就放在你的手机上 就少听点你以前喜欢的音乐 多听一点这个 这样的培养你自己的语感 就是为了干掉你的谁 对手 因为你的对手 是不会花时间去听的 在你和你的对手之间 谁花的时间越多 谁胜出的机会就会什么 越大 大多数的人都是听起来 头头是道 回去一做就莫名其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落下去 有毅力的人 我觉得买它就不会错 你知道吗 他会很有毅力的 把生意做起来的 你也一样 你鼓励一下自己 一天一块钱嘛 挂到耳朵边 好好听一点 有事没事的好好听 那里头我讲了六七个小时 全是三货 逆风翻盘 就在这条路上 你今生和你的下一代 都有可能 世世代代走下去 点击下方链接 我教你提升论资 赚到你的那种金